這個Squatch軟體 它做遊戲、做動畫、做模擬軟體 或者是你要做什麼專案設計 其實都可以 它用途還蠻廣的 有沒有軟硬體都沒有 有沒有硬體都可以 它的操作的介面 它的概念其實就是 你把你自己當一個導演 他是用那個做電影的那種概念 那這邊這個地方是前台 就是舞台區 你將來程式做好要demo的時候 就是在這個地方demo 那這裡可以把它放到最大 就是整個畫面前面舞台 那這個是後台 那後台區就是你這個程式 你這個遊戲或你這個動畫 只要是有要上場的演員 全部要在後台做好準備 所以你的演員全部會在這邊 我們把它叫做角色 把它叫角色 然後這個是你的舞台 就是背景 背景的部分 這兩個地方是分開的 然後每一個角色 它會有三個東西 一個叫程式 程式 這個就是寫程式的地方 就是你是李安 李安叫巩俐說 你等一下要講什麼話 要出什麼聲音 要有什麼動作 你就要把程式通通弄在這邊 然後這個是造型 造型就是它這個角色的各種不同長相 各種不同長相 比如說它如果我們要做走路的動畫 一定會有一個是左腳在前面 一個是右腳在前面 對不對 那左腳在前面 右腳在前面 它就是不同的造型 或者會有喜怒哀樂 或者正常的造型 跟被打到死掉的樣子 死相 就會有各種不同的造型 這個叫造型 所以每一個角色 都可能有很多不同的造型 然後它的聲音就要擺在這個地方 它可能會有很多台詞 包括你錄音的 背景音樂的 或者音效的 你就把它準備在這裡 所以這三個標 這三個頁籤是這樣子用的 那中間這一區呢 就是所有的積木 那它很聰明 就是用顏色幫你做好管理 所以你要找動作類的 全部都是藍色的 你要找外觀處理的 全部都是紫色的 所以它是這樣分的 那它可以處理外觀 處理聲音 或者是在上面作畫 留那個底肌 反走過壁有痕跡 然後事件 就是控制程式的那個開頭 各種控制的狀況廣播 然後控制這邊就是處理流程 當我怎麼樣就要怎麼樣 或者什麼事要重複幾次 或者要產生分身 都在這個地方 然後偵測就是偵測外面的東西 比如說 我有沒有碰到巩俐啊 我有沒有碰到劉德華啊 或者是 我有沒有碰到什麼 黑色的東西 或者碰到什麼 什麼顏色碰到什麼 那或者是提問回答 這個可以做問答題 好 還有一些偵測 偵測它的坐標 偵測視訊有沒有動作 我們等一下都會用到 偵測電腦系統的時間等等 然後如果需要一些數值的運算 比如說 我的那個感測器 它的數字跳的值可能是0到100 可是這裡的坐標可能是 負的180到正的180 那我就要去做一個轉換 就會需要加減乘除 就會類似這樣的東西 或者比大比小 然後還可以定義自己的積木 做變數 這個寫程式都會需要一些變數等等之類的 大概是這些積木 好 那我們現在先來做一個很簡單 很簡單的程式 我讓小貓往前跑 往前跑 那 所有的程式 都要有這個開頭 當 有這種橢圓形的當開頭 那個程式就會被執行 那如果你沒有橢圓形的當開頭 那個程式只能測試 不能執行 比如說 動作這裡 我直接讓它移動十步 那這個沒有開頭的積木 我如果直接點兩下 它會動 點一次它才動一次 有沒有 這個叫測試 我們測試單一積木可以這樣測試 然後你會發現它可以往前走 但是 我如果要讓它一直走的話 控制這裡 就有那個流程的控制 我讓它重複執行 把它包起來 它就會去重複執行裡面的東西 那我去測試一下 我直接點 有沒有它就一直往右邊走 因為正常沒有設定的情況下 預設是往右邊 那你把 即使你把它拉後面 它也是一直往前走 因為它的 黃色這個框框 表示程式有在執行 所以你看 不管你拉到哪裡 它都一直往前走 好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堆疊程式的方法 那各位要習慣 這樣只是測試而已 我們正式開場的時候 那個導演說Action是按這個 Action 結果它不理你 為什麼 因為你沒有程式的開頭 你要有這一個東西 這個就是Action 導演的Action的那個板子 好 所以當我們正式在演出的時候 你要講Action 它才會開始動作 所以這個叫程式開頭 那你會發現 就是你按紅色停止 它就沒有那個黃色的外框 你按Action的時候 它就會有黃色的外框 所以黃色 所以你有這個黃色外框 表示程式正在執行 這樣各位大概了解它的意思 因為有時候我們會檢查 小朋友寫的程式 然後老師 我的為什麼沒有動作 然後你就看 它就沒有按執行 對不對 都沒有黃框 你就按下去就執行 好 那可是它一直往前走 會碰到牆壁對不對 然後就卡在那邊 所以我們再加一個東西 動作這裡 它有一個碰到邊緣就反彈 好 這樣子 好 它就會碰到邊就反彈 碰到邊就反彈 好 那你覺得不夠 老師 為什麼往左邊它會顛倒 這樣不是會很累嗎 好 那怎麼辦呢 動作這邊還有一個 將旋轉的方式設定為哪幾種 我們來講一下 這個各地的意思就是 如果它面向右邊 它臉就會朝右邊 如果它面向80度的方向 它臉就會朝80度的方向 它可以隨時自由自在的360度的旋轉 這個叫各地 那如果左右呢 好 我把它放在 因為轉向只要設定一次 好 你看喔 它就不會倒過來對不對 因為它只能左右翻轉 即使你往這邊走 它也是只能左右翻轉 就是會維持向左邊或向右邊 這個叫左右翻轉 那如果你不要旋轉 好 它就會永遠是這個方向 好 來各位試一下 謝謝大家 好 好 好